要能穩定血糖 平常就要選一些比較低GI的食物 就更能穩定我們的血糖 所以主廚今天準備這些食材 都是低生糖質素的 對 我覺得還不錯 我們今天要做的這道菜 是綠能量的青醬通心麵 那其實我們在做這道菜 一樣是很簡單 就是說首先我們先把這個火源打開之後 加一點苦茶油在我們這個鍋子裡面 你要用酪梨油苦茶油都可以 把它放進去之後 那接下來我們要放的是這個雞胸肉的部分 雞胸肉 當然這個膽固醇比較少 對 油脂也沒有太多 對 但我們雞胸肉在切的時候 有一個技巧你不要把它切丁 它切稍微斜片有一種片狀 為什麼 這樣比較好咬嗎 比較好咬 然後熟成比較快 那嫩度會比較有 這樣會比較不容易切到手嗎 對 好像被發現了 對 OK 好 那我們現在蒜頭的部分 我通常都會在第二次才會放 因為太早放下去的話我覺得 你怕焦掉是不是 對 不怕焦掉 所以我都把它放在這個肉的上方 等一下在翻的時候 槍位就會帶出來了 我發現我已經吸收你 料理的技巧有九成了 對 很厲害 我還沒有吸收到你開胖的技巧 不行 好 我們現在把乾香菇 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一樣讓它在鍋子裡面 稍微停一下 好 停一下之後 我們開始要做一個 翻炒的動作 好 把它翻炒到有一點 等一下我們就是讓它有 雞胸肉的部分 讓它有一點恰恰 微微的就好了 微微的那種感覺就OK了 那我們現在可以開始轉小火 因為我們轉小火就是讓它 整個雙面讓它有稍微煎到之後 有慢慢的燜它 對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打醬汁 所以我們先把它做一個 炒香的一個動作 好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 通心麵把它放進去 記得我們在水煮這個通心麵的時候 水一定要滾放一點鹽巴 放一點果然油 然後再把它放進去 你這個已經煮熟了是不是 要煮熟了 通心麵的話要煮十幾分鐘 這麼難熟 它就是義大利麵 對 把它放進去 我們一般炒麵都是黃麵 白麵 很少人在炒通心麵的 可是你沒看過 真的假的 都在炒這個 都有 我比較忠實一點 那是西餐料理 我們把它放進去 一樣就把它拌炒一下 稍微去把它翻一下 翻好之後 我們先把它放一點高湯下去 高湯 你這個高湯是自己自備 雞的高湯是不是 放下去之後 開始慢慢去把它燉 然後在燉的同時 這個通心麵 會慢慢的把它煮入味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去做一些 青醬的一些配料 關小火 慢慢在裡面就OK 其實我在做青醬的部分 其實準備了很多配料 第一個我準備了這個地瓜葉 青醬裡面有地瓜葉 對 我們在做綠人樣的青醬 我們就放地瓜葉 當然要一些纖維素是一定要的 是 我們把地瓜葉放進去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放的是什麼 放九層塔或蘿蕉葉都可以 這會要提味了 對 把它放進去 味道其實會很香 OK 接下來我們要放一點香菜 我們要把香菜放進去 你這樣很像鹽酥雞的配法 對 有點像 是 好 那我們接下來把堅果東西 就是我們用一些核桃 把它放進去 有的人會放松子 松子 炒的油脂 好 那我們現在要放一點胡椒 胡椒粉 OK 然後把這個鹽巴 海鹽的部分放一點進去 是 把海鹽放進去 好 一般會加地瓜葉嗎 真正的青醬 以義大利這種菜來說 其實不太會 但是不好吃啊 你加一點 等一下你加到地瓜葉之後 你給它吃看看就非常棒 這是改善口味的 對對對 然後把這個糖也放進去之後 放了三顆蒜頭 然後放一點檸檬汁 好多喔 對 檸檬汁把它放進去 這個調味還蠻複雜的 對啊 青醬其實不好做 對 不然都被你消掉 也是啊 我剩六成了 OK 放一點橄欖油下去 橄欖油 把它放進去 然後去打是不是 是 那我們放一點起司粉 把它加進去 對 那接下來我們先把它 蓋上杯蓋 蓋上杯蓋之後 再把它放 放到這個調理器上面去給它打 OK 放進去之後 我們開始就把它轉 你沒有加水就直接打 對 不用加水 不用加水 我們加油了 加油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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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等於整個全部都是油 對啊 用油打出來的青醬汁喔 好特別喔 對 那裡面喔 是 其實很快就打好了 對 而且地瓜葉跟九層塔都不需要先燙過 不需要 不需要燙熟 不需要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經過一些烹煮 我們把這個醬料打好之後 就這麼簡單 把它打好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把這個醬料的部分 把它放進去 對 那當然我們在煮的同時 一樣稍微有一點收汁感 收汁一下 我們要把這個通心粉的部分 把它翻到有一點那個 拌熟啦 有點像收汁那種感覺 那接下來我們剛剛打這個青醬的部分 就把它倒進去 OK 好 像我們這樣的份量夠了 我們就把它倒進去 倒進去之後稍微給它燉一下 稍微給它 燉一下之後 那個味道更加沉一點 謝醫師 我們常常講說 很多要控制血糖 我們常常講說DGI DGI DGI 那個原則到底是什麼 第一個有三藥三不要 打三藥 我們的雷神主持人已經有掌握這個原則了 他要控制DGI DGI是在55 升糖指數 剛剛通氣面是47 如果蕎麥面是54 藝米古類都在50到57 所以是髒到的還是真的知道 是真的知道 真的知道 OK 好 然後它很多天然食材是有纖維量高 再來它腫熱量也有控制 其實這個煮起來看起來又燉的 另外三 這個最重要的就是 不可以有油炸的 它看看有沒有勾芡 再來它沒有加工食品 三不要 這個就是我們要掌握這樣的原則 才能夠把血糖控制得好 不然的話會產生一些 多移出來的熱量夠高 產生的這個糖尿病 OK 好 好 那我們準備要給它起鍋了 好香喔 對 就是把這個醬汁的部分 慢慢的收收收收 收進去之後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給它 開始大家盛盤了 OK 開始給它盛盤了 好 來 所以我們這一道 低價的料理就完成囉 這道綠能量青醬燉通心麵 以香菜地瓜葉製成的特調青醬 搭配Q彈又低卡的通心粉 清爽美味不油膩 想穩定血糖 這樣吃最健康喔 好 我是江坤俊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 加上開啟小鈴鐺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 出現了 有